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嘉一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关系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吵架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人 他们看上去很友善很好相处 但却常常让你感觉被忽视被否定 每当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又会反思 他人那么好 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想多了 关系中有很多公鸡的形式 有的干脆直接 有的曲折婉转 有一种公鸡最不容易分辨 叫隐形公鸡 中国有句古话叫 捏人出豹子 那些看似没有杀伤力的人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攻击力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和好人 老实人相处的时候 尽管他们做事非常完美 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这可能是你已经在被隐形公鸡了 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 隐形公鸡会让对方有一种 炖刀子割肉的折磨感 和隐形公鸡者相处 就像把自己放在了情绪悄悄板上 时而充满希望 时而怒气冲冲 怀疑自己 胡顺之关系心理学家 在《紧听你身边的隐形公鸡者》的序言里 讲到《无问西东》中的典型案例 徐老师为了报恩和兑现承诺 被迫和刘淑芬结了婚 她对所有人都和山客气 满面春风 唯独对自己的妻子视而不见 冷若冰霜 内心十分排斥 与妻子亲近 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可怕的冷暴力 于是吵闹 像泼妇一样满院子追打她 而徐老师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副瘦气包的样子 表面看来 妻子是攻击者 她脾气差 大吵大闹 事实上 她承受着丈夫的隐形攻击 这种攻击 递来的痛苦和折磨 远远超出大吵一架 二战时期 军队有着严格的规定 军人们需要严格服从 而精神医师威廉·门宁格发现 很多军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消极抵抗行为 有的人会没来由的情绪崩溃 有的人会莫名染上怪病 有的人甚至会选择自杀 他们用消极的 恶劣的 隐蔽的方式 发泄自己的情绪 以此来攻击令他不满意的任何事 他们不会直接表达不满与愤怒 而是采取隐秘的行为 比如冷战 敷衍 不作为 不合作 不负责等等 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攻击者的作者 斯科特·维茨勒 曾接待一位来访者温迪 温迪的男友维克 是一位离了婚的股票经纪人 而他苦恼的则是 维克会忽略自己认为 很重要的事 对他缺少关爱 比如 他会忘记约会的时间 但是 会在没有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 忽然上门 让他猝不及防 他会在自己迟到之后 甜言蜜语一番 如果温迪还是很生气 他就会说 你真的很容易受伤 我也没有办法 让温迪最恼火的是 维克戴着天真无辜的面具 逃避责任的同时 还振振有词地说 自己已经尽力了 他曲解了温迪 对他的合理抱怨 反倒说 自己是被冤枉的一方 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 和维克一样 他们的攻击 不表现为公开的冲突 而是间接的 抵对情绪 一般来说 使用隐形攻击的人 最喜欢用拖延的方式 来表达不满 胡慎之 接待过一位来访者 他和温迪 有类似的苦恼 丈夫对他特别好 每当他要丈夫 送自己去哪里 或者接自己下班时 他都会非常愉快地答应 然而他次次都会莫名其妙地迟到 而且迟到的理由 大多让他没办法生气 公司忽然有急事 路上堵车等等 每次看到丈夫特别真诚地跟自己道歉 即使他很生气 也不好意思去责怪他 表面看来 妻子是有主导权的一方 丈夫在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实际上 在丈夫迟到以后 事态就由丈夫来掌控了 等他的时候 即使内心愤怒 也只能压在心里 见面之后抱怨几句 又会被对方的真诚道歉 弄得自己很内疚 很明显 丈夫不愿意承受 拒绝妻子要求的后果 于是表面愉快地答应对方 然后以迟到这种隐形攻击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为什么不能直接拒绝呢 斯科特维茨勒认为 隐形攻击者有一个共性 就是缺乏自尊 他们不是暴徒家里或工作单位的暴君 只是内心忍受着 琢磨不定的巨大恐惧 害怕陷入争吵 不敢和对方冲突 他们对自己的愤怒非常恐惧 却只能隐藏在亲和的面具之下 老好人是一种伪装 是一种私窝保护的方式 避免让自己陷入紧张的气氛当中 这一刻你还对他信心满满 下一秒他就会高度克制 表现得冷漠无情 虽然你会积极热情地维护你们的关系 但到头来 关系还是难免陷入僵局 隐形攻击存在于一切关系当中 书中有一对姐弟 姐姐罗达聪明能干 有自己的工作 弟弟查理则有一种 自毁的倾向 查理在大学毕业前两个月 从法学院辍学了 他觉得自己很讨厌法律 但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他认为自己的未来只有低谷 没有高峰 没有工作只能和姐姐借钱 对于姐姐苦口婆心地劝导 弟弟也总有一堆理由 姐姐抱怨的同时 又觉得弟弟需要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不帮他的话 就更没有人能带他走出低谷了 面对隐形攻击者 设置底线是唯一能保护自己的事 首先你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对方和你在一起时 你想让他遵守哪些规则 接下来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 自己设下了底线 这种坚持很重要 因为他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有所改变 设限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他 而是向他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你应该得到尊重 很快被动攻击型男性就会明白 你不是好骗的 他不能占你便宜 虽然他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满足你的要求 然后很快回到原来的老样子 但是要想改变 就必须彻底执行你设置的底线 或许有一天你会意识到 你们的关系实在难以维持下去 你的唯一选择就是结束关系 维持一段给你带来伤害的关系 不仅没有意义 还会让你自我摧残 有句话说 一个人要有分寸地爱自己 更要无条件地爱自己 所谓分寸 就是关系中的底线 你在关系中得到的感觉 是快乐和放松 而不是焦虑不安 你的个人价值 不会淹没在关系中 而是依然能发挥所长 你的价值观 不会被因为关系而扭曲 而是能坚持自己 唯有如此 你收获的才是健康 有意义的关系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闻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帮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亲爱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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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